V3 沒有錄吧 哈囉姐 香一個露一個V一下 有follow我的IG都知道我上禮拜去台中玩 所以跟星期片去台中玩 但是幾乎沒什麼錄影 不過我的戰利頻非常多 所以我來在家裡開牆 因為家裡有一個很大的東西要開 暫時先賣個關子 那今天 我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在台中找到什麼寶物 這一隻就是其中一個寶 Let's go 我寶寶開箱啦 我介紹一下這一隻好了 這一隻是 算是日本Docomo的 吉祥物吧 但是 在台灣非常的紅 就嚇到吃手手嘛 他其實是叫鸚鵡兄弟 台中尤其是瘋甲那一代全部都是夾娃娃 太誇張了 光是瘋甲就有90家店好不好 太誇張啦 還有人說瘋甲都是吃夾娃娃長大 吃娃娃長大的 是嗎 好不好 台中怎麼都是 夾娃娃店 這隻是無法可說 spam 這個我要稍微講一下 我前幾天在20古堡實況的時候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收藏 就是 閃靈和這樣spam 然後 我一講完台北的貨全部被掃光了好不好 有一點給我嘛好不好 我自己 本身是有一些收藏 然後這一隻我是沒有 是去台中的某一家 老店 對 至於是哪一家店我們就說了 因為裡面非常髒亂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再試一下我們 我是不建議大家 專程去啦 因為裡面的東西 真的是太老舊了 spam 這個不是正規的spam 這個算是惡魔版的spam 我看好像是 13系列的 然後這邊有一些系列作 這是唯一落單的一隻 也是主角 主角是個歐郎 但是被火葬場 spam其實不是長這樣 再 另外附個圖在這邊 其實麥法蘭系列 他 是一個藝術家的名字 叫做陶德 應該是陶德吧 陶德麥法蘭 大家可能都不認識他 不過 大家有看過蜘蛛人嗎 蜘蛛人的猛毒 就是他設計的 就是那種怪奇的臉 然後這是他另外一個系列 血腥童話系列 這個不知道是誰 南瓜人 然後後面有小紅帽啊 有的沒的 是白雪公主嗎 這系列 目前沒什麼玩具可以跟他們比 也是 可動 可以看到 一些關節可動 小可動 不是超可動 這隻1998 這是1998玩具 夭秀 以前玩具很精緻 現在玩具到底在幹嘛 還是有買出的 這個 我在台中經過一家書店 買了兩本漫畫 還有一個模型 這個是超可動 SH系列的 假面騎士 骷髏版 其實不知道他叫什麼 但是這隻很特別 就買了 然後 東力版 對這個是 伊藤潤2的 愛藏版 蠻生氣的 你都買1999就有一個 明信片吧 隨機的 可以嚇人 蠻賤的 一本大概160 所以你一定要買兩本 才有那個 明信片 對 還有一個鬼書籤 還有 拋號的書 寄過來的 對對 然後 我 哇 突發解 懷孕懷孕 還有阿嘎的書 東京的20個理由 蠻方便 裡面都有QR code 也恭喜 阿嘎 有喜事喔 對我們的主唱 最後還有一本 朋友的書 特別是 竟然有序在這裡 哇 寶寶你看 三下自秀耶 寶寶你看 還有金城武 你到底在 攻三角 可 可惡 YES YES 壓軸就是要介紹這個 恐龍家族的寶寶 雖然我忘記他叫什麼 不過他就是這樣 北安的寶寶 其實很酷這個是 恐龍家族的寶寶 然後 他是個布娃娃 他是 他算是1比1的吧 所以你可以放在肩上 他背後有一個 拉環他是會叫的 有人說他看起來很詭異 不過他很可愛 他在 原作裡面是很北蘭的 超級北蘭 超可動了吧 這個是 1991年的東西 超級古動 有看過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這個真的是北蘭 這個也是很久了 大概是小學的東西 這邊也有一個 酷的東西 瘋狂麥斯 YES 瘋狂麥斯 這兩個人是在台中的一家叫 Zombie的店 然後在 畢根廣場二樓 酷的店 我不知道他裡面可不可以拍啦 所以當天我是沒有拍的 之後 一一的獻堡 然後裡面也很酷 有 毛帽 對毛帽也是在那邊買的 然後 潮梯 還有一些滑板 小精靈啊 陰間 陰間大寶石 有的沒的很奇怪的東西 那邊都有 粉絲團也很好逛 他有線上商店 可惡 講那麼多應該 都會被買走 可惡 好多不講 好 二 這樣 這一次的 收藏 沒有啦上禮拜的 戰利品大概是這些 有機會大家再 分享一些 奇怪的東西給大家 下次見 拜唷 喵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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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已經開過了嘛 幹 沒開啦 幹!開過了齁 沒有吧 不然為什麼會這樣子 自己瘋化的啦 幹這個都已經 哇這個是歲月的 歲月的發霉 沒有啦沒開過啦 不要毀一下 沒有啦 剛剛是我亂講的 手開 來囉來囉來囉 欸!裡面很黑耶 裡面是怎樣洞土 這20年了 開頭版 好玩耶 好懷念喔 因為我打起來就Fookie了 那也太掉了 老了嗎?我老了 這樣啦 喔 對對對 以前就是用這個 各種機關 然後打開通常就要趕快找東西應該白拿才行 對耶是這樣 龍會在這邊 真的耶 巨人的位置 龍的位置 萬難的位置 欸幹 小時候一直在刷 喝起來不一樣 噢 變成這樣子了 我沒看過 各位觀眾 應該不是有這樣喝起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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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